北京时间8月30日,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打响,中国男篮红队迎来了自己的对手中国台北队,双方实力有点差距,但中国队不敢掉以轻心, 在上半场仅领先对手7分的情况下,凭借第三节的一波流,男篮红队86比63轻松战胜对手晋级决赛,而决赛对手则是更为熟悉的伊朗队,此前的比赛当中伊朗以80比68几半战届冠军韩国队,本场比赛发挥最为出色的球员当属球队的内线核心周期, 全场比赛他拿下22分16篮板的大号两双,直接统治内线,帮助球队第三节打出一波31-14的大节比分, 在亚运会首场面对菲律宾的比赛周期,打出25分12篮板膝盖茅的经验数据后, 在后面的几场比赛当中表现没有首场火爆,风头都被对手抢进,然而本场比赛面对中国台北队,他再次爆发, 面对自己巨大的身高优势,他在内线打得游刃有余,投篮,爆扣,样样得手,而有了他跟王哲联的双塔牵制, 对手显得毫无交价之力,尤其是进入第三节,周期单节效率非常高, 他先是接到定业宇航传球,命中三分帮助球队将比分瞬间拉打这两位数,随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优势, 篮下接连爆扣,直接打命对手,不光是在进攻端,在防守端他同样成为对手的噩梦, 刘震持球突破,一通操作后,自信递手上篮,然而周期作为内线大炸起能容他放肆, 直接将他的球衫飞到观众席,而这一记风干,也让刘仲无奈的摇头,连自己都笑了,这简直没法玩了,由于比分差距过大, 第四节,一开始周期就被替换下场,而球队也凭借前面,取得的巨大领先优势,最终战胜对手, 这一战,也再次体现出了周期对于球队的作用,他的外线投篮也成为球队两仗的武器, 而面对总决赛对手一两队,周期的发挥将成为球队能否赢球的关键,在于哈达迪的队位当中,他的三分将成为他的杀手锏, 这两位亚洲顶级内线的效量,也成为比赛的焦点,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拜拜。 拜拜。